民國不照顧基隆人的話 我們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照顧基隆人嘛 中華民國的民意代表 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求敵國來接管他的城市 他的政治傾向很清楚嘛 叫台灣漁民要改挂五星紅旗 也發生在2016就在這邊 鍾敏子還把他的照片都登了這個出來 類似的這個活動呢 他還有在參加 在2019年的時候呢 他也是去山東威海 阿嶺這個熊貓的這個圖像 覺得蠻嚴重的 他表示說中國辦這些兩岸交流活動 事實上的目的就是把呂美玲這樣給洗腦 他已經完全覺得這是已經被影響到了 其實呂美玲這樣的一個言行 也不過就是國民黨 他們一些政治人物的內心的一個反射 就是說就是你們自己討打 你不要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很多人說那可能他一時情緒 我不覺得 我覺得那個是搞不好是反而 真的激起他內心 那種真實的那種情境 他就覺得就是你自己討打 這個呂美玲他是道歉 他的這個道歉分蠻多節奏的 但是他心裡顯然是不是覺得說他的邏輯沒錯呢 先說中共不想打你 是你討打 緊接著發現說事情非常大條料 他關閉臉書的粉磚 他說他是講太怪了 討打是說我們不要跟著美國人走 葬送了台灣的前途 沒有想到話越說越離譜 基隆人就是都沒向著狗 我們基隆人海邊是這個港務局管的 山上又被軍方給壟斷 我們基隆人以前很繁榮的 現在就是沒土地 所以我們基隆人要獨立 如果中華民國不保護我們基隆的話 我們請中共來照顧基隆人 欸 講到這種話 話都講到這邊了 國民黨的處理 有個沒要沒筋 所以呢臉書道歉了 但是關閉留言的功能 這個反對他的通通刪掉 我們來看VCR 討打議員也無所謂 我今天是為了老百姓 如果是這樣就好像革命力的事一樣 討打說罰小呂美玲一度理直氣壯 但日後兩天 他28號凌晨一點多 透過臉書文字道歉 呂美玲600多字寫道 對於失言深感抱歉 各界回憶虛心接受 腔調深刻檢討自己 只不過呂美玲文中還是強調 立場不是討論 彈藥庫是否應該存在 更無捲入複雜局勢之心 全國的民眾 沒有辦法來接受國民黨的議員 講出這樣的一個言論 即便呂美玲已經在臉書致歉 卻有網友不買單 因為貼文限制留言 變成一言堂 網友開酸不敢開留言 道歉沒誠意 焦點被模糊了 在鬧區裡面有彈藥庫 我相信遷移彈藥庫 包含天然氣的儲存槽 包含相關的嫌惡設施 我覺得這是民眾會有共同的想法 來立委再幫搶反搶 也讓爭議繼續煙燒 好我們來看這個呂美玲 真的是一戰成名 不知道成這個名是好名還是壞名 幫他按怒 臉書按怒的有1000多 他的臉書按的只有206個 1000多個怒 結果我們仔細起頂他過去講的話 他真的是臺灣霹靂活 是基隆霹靂女怎麼講 他3月9號基隆捷運 中央沒有權額負擔的時候 他直接嗆謝國良 直接嗆自己的本黨市長 市長你太軟了 什麼叫做本人都沒有 要是我一定插插什麼 我一定帥著基隆市民拿著瓦斯桶 滑拿會去總統府 我看你蔡英文怎麼樣 好這是你看像不像臺灣基隆霹靂女 然後他他想要讓中國管不是一天兩天了 2016年5月27號 中平社訪問她的時候 他說蔡英文的這個中之鳥交沒有護漁 以後邀請中共保護我們 臺灣漁船改挂五星旗好了 所以他這個邏輯一直是這樣子的 漁民要中國的五星旗來保護 那麼基隆人就要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保護 他造了什麼邏輯 其實漁民應該跟他講 臺灣海峽不打擾 你看你要去哪裡 博文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國民黨的處置說 這個好像影響黨的形象 然後就交給地方黨部處理 你做主委的人 如果說你的這個次議員 發生這樣擦槍著火的狀況 應該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給予非常嚴厲的一個黨紀處理 因為呂美玲 他不是一般的黨員 他也不是平常的這個所謂的路人甲路人儀 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從政同志 我再次強調 他是有公子在身 他身上 當他在講這些言論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 你看他的背心 上面掛的是中國國民黨黨灰 所以當然中國國民黨對這件事情 要有他的立場 我認為再怎麼樣去複合中國 再怎麼樣的這個想要這個親中 媚共也不要抹黑糟蹋台灣 台灣從來是哀號和平 我們從來都不要戰爭 我們今天對我們的國防軍事的重視 就是因為對岸的虎視眈眈 所以請把因果關係搞清楚 我認為這個部分 這個呂美玲根本就是混淆視聽 還說什麼 你們就是討打 你們就是選擇戰爭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論調 實在是讓大家覺得難以接受 第二個 大家不要忘了 我剛剛特別強調呂美玲 他是從政同志 國民黨的從政同志 他是基隆市的事情 這是牽涉到多嚴重的一個問題 這個怎麼會是地方黨部能夠處理呢 這應該是中央黨部 你要有立場吧 你至少要認為呂美玲 這件事情到底是 到底是你覺得是這個言論 非常嚴重的 這個跟本黨的路線價值 這個違逆 應該予以處分 否則的話 我認為這樣的事情 就代表你國民黨 其實基本上就是默認 或者是基本上覺得 他說的也沒什麼 不對 就是這樣 他是不是代表他就是國民黨的政策 我其實看到這個呂美玲 他這個言論 我認為他其實也是急過去 我們例如說 你看 經常這個中國 這個例如說共機繞臺 然後飛越中線 然後在臺灣周遭這個武嚇 然後這明明是中國對臺灣 這樣一個愛好和平的一個國家 使出這樣的手段 可是每次中國軍機來臺 然後這個中國軍演 然後武嚇臺灣的時候 臺灣就有很多泛男人士就說 你看都是臺灣去挑釁臺灣 你看現在的民進黨去挑釁 我請教大家八年來 我們的蔡總統 他去挑釁了什麼 我們去挑釁中國什麼 我們去踩到哪一條國際 認為說你不能踩到紅線 可是中國這樣的欺負臺灣 臺灣內部就是有一群人唱賀中國 他一天到晚在罵臺灣 就好像這呂美玲一樣 你們自己討打了 他不敢去對中國講一句話 好 呂美玲嗆民眾說 你這是討中共打 他們要打你的是你討打 國民黨說的就是損害黨域 交給地方黨部來查處 嚴重的違反黨章 正綱精神 損害黨的生育 請所屬地方黨部了解查處 必要的時候依情節侵入 給予黨紀處分 黨紀處分 正好可以說是學長來了 這個我會啦 考機會這長去召開啦 這樣處理 會不會感覺不痛不癢 不是啦 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呂美玲這件事 我是沒有想要去糾結在呂美玲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更擔心的事情是 有沒有臺灣內部的親中力量 在藉由這次彈藥庫的意外 做成一種輿論 叫臺灣自卸武裝 這才是大問題 剛剛李德威在受訪的時候說 在鬧區有彈藥庫 我們要不要檢討 要檢討 這李德威剛剛講法 呂美玲講法 在基隆的鬧區 不該有彈藥庫 這彈藥庫應該放在萬里 應該放在宜蘭 這呂美玲的講法 關鍵是有沒有人藉由這次演習的意外 來讓臺灣的彈藥庫自卸武裝 我跟大家講 這個彈藥庫 200年以前在這邊就有了 200年太浮誇了吧 就那麼浮誇 你去基隆玩 人家就會推薦你去基隆 砲台一日巡禮 你給大家看 這是基隆港 基隆港是個非常好的深水港 所以過去 不管是清朝時候的中法戰爭 或是現在我們在想定 老公要打我們的時候 基隆港都是很有可能會被登陸的 子彈放在萬里 子彈放在宜蘭 打仗的時候再拉過來 這什麼東西 這第一件事情 他們的主張從頭到尾不合理 你看到呂美玲 跑去翔豐市場跟那個阿伯 我原本以為他是米粉湯的老闆 後來他說他去吃米粉湯而已 他帶了一個立場 跟他一樣的電視台去訪問這個阿伯 就是阿伯講得很清楚啊 他說古早時候下面就有彈藥庫啊 山底挖空裡面就藏彈藥啊 你怎麼可能打仗什麼再運過來 所以為什麼這段影片爆紅 因為基隆這個要塞的地形 我在基隆念四年書我知道 阿伯在基隆做了一輩子 阿伯知道 結果基隆市議員不知道 他知道 裝不知道嗎 他就是想要藉由這個事件 把炮彈牽走 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 只要在基隆待過幾年 一定都知道 那個地形太特殊了 不可能這個民意代表不知道 可是他為什麼在這時候借題發揮 這是我要談的 有沒有親中力量 在利用這次演習的失誤 要求台灣國防解除嗎 有圖有真相 他受訪的時候說什麼 你中華民國不照顧基隆人的話 我們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照顧基隆人嗎 叛國罪 這百分之百叛國罪 黨禁應該怎麼處理 不要講黨紀 我都不期待國民黨了 我們國安單位 國安法 中華民國的民意代表 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兩岸還沒解除敵對狀態 要求敵國來接管他的城市 他的政治傾向很清楚 那有沒有一些人在這時候接到訊號 趕快在這時候 要求基隆不要有彈藥護 不要有這些東西都是危險 我坦白講 對 你把這個軍營牽走 你會覺得安心很多 老公也安心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阿伯說 這是要保護台灣 顧台灣的耶 所以為什麼那個影片得到這麼大的迴響 連在友台 下面網友都幫阿伯加油 就是他講話我們聽得進去嘛 所以我已經不只是國民黨問題 我們國安單位 我們的法律 要不要這對事來介入 我認為要 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所以他講這個算不算統一的言論 沒有 我可以接受 他算是被統一的言論 對 你可以說統一 我們台灣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會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什麼 來照顧基隆人 你不能說這就是叛國了嘛 他每年就是這樣往返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這個人的狀況 他真的是爆紅了 所以大家想哇 這個議員有人說 這個里長護臺哥是誰 這個護臺哥 昨天就有網友說的 這個護臺哥比他還像議員 口條更好 他是土生土長的降風路的人 他的主業是 現在是造船廠的老闆 他曾經選過里長 抱歉沒條 水電五金水泥工都做過 年輕的時候甚至做過記者 他說彈藥庫是我們台灣救命的 你把他牽走 共匪如果打來怎麼辦 到時候你有船沒有泡耶 頭腦很清楚 接下來切到重點 你們這些名代 財團要地只是蓋房子 為了個人私利都沒有想到國家 呂美玲呢 他其實學經歷都是很好的 也是基隆土生土長的人 基隆女高台大法學士 然後慕尼黑大學的法學碩士 但是他說中華民國不照顧基隆人 我們讓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照顧基隆人好了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照顧是什麼樣子 他是不是只看到光鮮的一面呢 我們來看看呂美玲她的從政過程 國民黨基隆市議員呂美玲 討打說惹爭議服務處網友 苦手成討打議員服務處 自爆街道恐嚇電話 他要帶人來弄 弄後補處 立即的報警 其實我是能夠接受的 討打議員也無所謂 我今天是為了老百姓 如果是這樣就好像革命力的事一樣 面對質疑失言聲浪不斷 呂美玲不改大炮性格 但連任六屆基隆市議員 過去爭議發言沒少過 3月9號不滿基隆捷運 中央為全額負擔開嗆謝國良 市長你也太軟了 什麼叫做門都沒有 要是我的話 一定去叉叉娘的 然後我說我一定率領基隆市民 拿著一個瓦斯桶 一支火鍋火我就去 總統府我看你蔡英文怎麼樣 而過去呂美玲 接受中評社訪問批評蔡政府 衝之鳥礁 沒護漁民權益 直言以後邀請中共保護我們 台灣漁船都改掛五星期好了 甚至2018年在議會殿堂呼籲 新市政大樓建設經費 競速通過 還說有住戶英魂在市議會飄來飄去 百歲仁瑞擔憂搬遷 憂傷的死掉沒活到過年 爭議發言一羅筐 如今又因為討打說被言上 國民黨議會同事被問到 也很尷尬 我想這是個口誤吧 那這個討打說就是 讓人家覺得好像在威脅你 討打我覺得 我覺得你為什麼一直 繞在這討打這兩個字 可能就是一個星期 我們都有情緒的時候 希望能到此為止 國民黨從上到下不願再多說 儘管呂美玲坎言是一時口快 但討打說惹出爭議 風波繼續也燒 朗東他你也瞭解一下他過去 經常是亡防兩岸的對不對 對他至少從二零一三年開始就非常常參加這個兩岸的一些活動 最近的一次應該就是二零二去年的十二月了 姐妹情一家親海峽兩岸在山東這邊 然後裡面就是他用基隆市港督姐妹協會會長呂美玲 同時也是議員的這個身分去參加 所以類似的這個活動 他參加了非常多次 那整理起來的話 像這個過去基隆的話 就有民間要列台灣英雄 台灣英雄誰呢 中國前總理文家寶 文家寶怎麼是台灣英雄 那時候林佑昌就去勸說不要去列這個銅像 不妥啦 呂美玲還吐槽呢 這個真是黑色幽默啦 呂美玲不要大驚小怪 這都是呂美玲做過的事情 還有剛剛講的叫台灣漁民要改挂五星紅旗 也發生在二零一六就在這邊 鍾名三把他的照片都登了這個出來 類似的這個活動 他有在參加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他也是去山東威海 這個熊貓的這個圖像 那包含是說去年不只去一次 還有去兩次還有什麼在榮台灣教師 教研協和就帶了一堆老師 用基隆市議員呂美玲就過去 所以這事情我覺得蠻嚴重的 他表示說中國辦這些兩岸交流活動 有時候告訴你說是婦女 有時候說是教師 有時候說是法律 事實上的目的就是把呂美玲叫人給洗腦 他已經完全全就是已經被影響到了 這件事情在網路上的影響製作有多大呢 因為中天他兩個台 一個在兩個粉專 都兩百多萬點閱 加起來將近四百多萬 兩百多萬嚇死人 這一整年裡面就是這件事情最紅 他一個個人的思緒的行為 還是國民黨中央的態度 很顯然的國民黨中央到目前為止 不想要嚴厲的處理這件事情 像這樣的嚴厲 那個謝市長說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就說不要燒到我啦 這個這個 他們就想要息事寧人就好 其實這至少要停權嘛 要不然就開除黨籍 口頭嚴厲警告 下次不可以 現在連口頭嚴厲警告都沒有 林菁姐比較慘耶 林菁姐還有被叫去黨中央去被罵 這個呂美玲連被罵都沒有 他反映的是國民黨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說 我要兩岸交流幹嘛 交流到最後 現在就自費武功嘛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有爭議 是說他就希望把這個彈藥庫撤掉 但是他就影響到整個131 還有我們的艦隊 你知道如果這個彈藥庫移到更遠的地方的話 他影響是真的要是開戰的時候 補給的時間是二十個小時還是七十個小時 那就是生跟死之間的一個差別 所以這個事情是繼火山布雷事件之後 下一個有計畫性的 原本要去摧毀基隆彈藥庫的一個做法 因為說這樣會一般 整個兵退的計算一算的話 對中國是非常有利的 那好險他們剛好就踢到鐵板 其實呂美玲這樣的一個言行 也不過就是國民黨 他們一些政治人物的內心的一個反射 就是說就是你們自己討打 你不要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很多人說那可能他是一時情緒 我不覺得 我覺得那個是 搞不好是反而真的激起他內心 那種真實的那種情境 他就覺得就是你們自己討打 我們可以去思考基隆這邊的 翔豐街的彈藥庫 我們是國家國軍邊先預算 讓安全係數提高 補給效率增加 變成世界一流接軌打仗更快 平常更安全 這是討論 我相信 我現在講完後 沒有人說你知道是中共同路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思考 如何避免意外發生 可是現在我看到一些人是 抓到眼型的小辮子 對不對 然後就說 這個簽掉啊 這個簽掉啊